这里开吴堂白美世界二年 11月18号的晚上 我们今天再讲最后一个重要的 这里面讲到的就是我们国民的一个现实状况 我们看一下是怎样 这个跟我们一般这些主题都有呼应的 跟上一个美国的空间 你可以看到这种层次 差别在那里 上来我们先看一个 一个抖音的一个小视频 看看能不能主要讲到我们 这个国家里面等级文化的一个粗犷的 一个不可预约的鸿沟的一些状态 我们听一下 听一下这个 那栋楼投资了八十个亿 五百三十名 一百零一层 总面积有三十九万方 号称长江以北最高的大楼 全球排名前十 里面的电梯都有八十一个 于是我就想上去看一看 但是被拦下来了 说上面不对普通人开放 然后我就问那个保安 你上去过没有 他说他也没上去过 我说你想不想上去 他很腼腆的笑了一笑 我突然想起了有一本书 叫北京折叠 书中把社会分成了三个空间 第一个空间生活着 五百万统治者和管理者 第二空间有两千五百万的 百领和学生 第三空间的人最多 有五千万 这些人属于底层劳动者 不同空间的人享受的 社会资源和休息时间都不同 当然了 在第一空间的人虽然最少 但是享受的资源也是最多的 而且第三空间的人不能上去 但第一空间的人可以下来 这不就像这一栋大楼一样吗 一个小小的保安 不知疲倦地为上面的人 签索着岗位 但是他也没有上去的权利 现在楼上的人看我就像 看小蚂蚁一样 我也不知道要奋斗多久 才能够走上去看一看 所以就算高楼近在咫尺 终究也只是我们普通人 遥不可及的梦 这里面讲到了我们的 等级文化的现实结构 三大层面 其实细节中间还有 一旦这种结构形成了 你基本上不可预约 因为上面的人会很少 他缺一个你才能补一个 没缺的时候 他会设计层层障碍 那你不管 这个层层障碍叫什么 我们说了不好听 叫科举 用科举方式来讲 所以你别傻逼 一天天要增加他的科子 考试进去 他需要的时候 上面还会再临时 再增加一个考试的过程 再跟你增加一个障碍 目的就是不让你 他是有一定的定数的 大家提醒大家这点 你要看懂 你才能够结合到这 所以我们讲 你单独拉出来 独立了 穿过城市 不从他那个楼里面走 从外面走 什么叫外面走 就是你的思维 其他东西 你不要通过他的硬件上去 你要通过思维上去 那么上面他会下来 下来一会儿 你就有机会了 有机会了 我们讲 这是一个过去都是这样 你比方说 诸葛亮 张良 诸葛亮 对吧 张良他们还是这样的 其他能像底层 往上爬爬不了 诸葛亮在家里等着 那么那个刘备就来找他来了 我们讲的这个例子 就是所以你必须的 不要掉进他那个现金 掉到他现金里面 你就是鸡押 诸葛 是他的炮灰 甭管你是哪一级 一级爬上去都是这样的 那是在一个系统里面了 所以你不能够掉到他系统 我们可能再告诉大家 当然这种系统是最好是推翻掉 最好是 但是我们国人根本就没这个想法 认为这基本上都是这样 那我就适应吧 那我就怎样了 结果进去 这个就是洗脑 大家就讲到成果 成果在这种前提下的洗脑 那就是绝对洗脑 邪恶的 其实我认为成果 可能会告诉你一个状态 你无力去改变这个想法 那你就别进去 看到他就像我们一样 像所谓的隐居一样 你修炼你自己的东西就行 这是我们告诉大家 为什么要独立的一个重要 下面我们再看看 这个网友讲到的 奴隶和奴才的 最好的定义和解释 解一下 奴才是奴隶当中的人才 奴隶呢 是一种状态 奴才呢 是一种心态 在北京做节目 还有个朋友概括的更好 奴才就是奴隶当中的VIP 因为他需要具备四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奴隶是吃苦的 奴才是觉得快乐的 这个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就是他刚才说的 奴隶是只被人家欺负的 奴才是被人家欺负 但他也欺负别人 第三条就对 不仅自己做奴才 而且幻想着要自己有奴才 换句话说 自己有奴才 自己不也是主人了吗 我这边做奴才 我那边还可以做到主人 这只是一个片段 说白了这个 其实大家看的叫中间层 什么叫奴才 中间层 围上上面看的都是屁股 下面看的都是脑袋 其实很简单就这一个 那么这是我们现在中国的现状 现状怎么办 这个就是专制独裁的层层叠码下来的 所以大家看懂这个 你就知道整个中间结构 你在侧面看 你要进入进去那就麻烦了 那你就新干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大量都是在奴才 你不管顶层他也是奴才 所以只有一个组织 其他都是奴才 不同级别的奴才 这就是共产党老毛定了什么 多少级干部 15级 13级 12级 这个关键 他是一个呢 反正你们底下都是奴才 就这么干了 历来这叫皇朝体制 或者叫情制 大家记住这一点 所以这些东西一直都存在 没有平等意识 那么大量普通人积压诸狗就是奴隶 然后是坐稳了奴隶而自嗨的时代 什么叫坐稳的奴隶 就是大家积压诸狗 叫坐稳的奴隶 因为什么到点就有送吃的 我就还觉得很享受 你看我不用操内心 我这有吃有喝的 这叫坐稳的奴隶 这些人其中有一点都没有个能意识 甭管是奴隶还是奴才 都是替别人打工的 都是随着别人的意志而转移的 你没有自己 美国在打工的时候 他每个人打工 他有的独立性的人 他有自己独立意识 我来干嘛的 我就很清楚 就跟我们刚才介绍 美国的那个飞机的 它的型号都是根据目的来的 它不是说 我跟你复制一个 我有了就完了 不是的 所以美国有很多人打工了 他不是一辈子为了打工 当然有这样的人 但很多他不是 我们记得 就比方说我们要参加工作 我不是为打工而参加 不是为了这一个一个月的工资 我是来了解 我在这个社会环境里面 我的定位在哪里 我未来的走向是什么 那么我通过这个工作 来了解这个社会的状况 因为工作的时候提供了我们很多很多 认识社会 很多人傻逼就没这考虑 就进去一天到晚埋头干活 当你埋头干活的时候 你已经是奴隶了 已经是奴隶了 我们告诉大家 所以这个差别就从这里开始了 这就是我们开发商 跟别人所有差别不同 哪怕包括我们播报 跟别人差别不同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要求 别人基本上就是为了流量流量 那么就是打工打工 说白了就这样的结果 大家知道差别就微小 就在这里面就出来了 甚至有些人满伏经纶 播报的时候 他满伏经纶确实有水平之类 但是他的目的不明确 到最后还是变成了一个 这种简单的肤浅的 那个就没戏了 我们讲到 这是一个 那么下面再讲一篇文章 就讲到了 这是在这种奴隶制 那种等级蛙下面 这个人是怎么样的生存 作为大家一个参考 我们听的 他既保证了 在里面甚至又保证了 自己独立性 他是变相了 我们是离开了 后面离开 他这个是没离开 又就说白了 就是在中瘾隐于市 大瘾隐于潮 中瘾隐于市 小瘾隐于乡 他等于在里面隐居了 但是在那里面 现场当中 他怎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的存在 我们看一下 我们念给大家听一下 他说我有个师弟 在某高校当老师 这就说明他在体制内了 体制内 此人是单位里出了名的情商帝 应该是双引号的情商帝 他给自己故意设定 我们其实在过去播报里面 给大家提示过 我们讲了 他说有一次 什么叫情商帝 他说有一次校领导去 他们系巡查 玩是一帮同仁 前呼后勇的 恭送出门 没想到大学出请 大学 大学也刚刚雪停了 出请 天冷 路滑 校长刚出门 就摔了个大马趴 一群人争先恐后的 抢着去扶校长 那么那些抢着去扶校 其他都是鸡鸦猪狗 全是奴隶 或者是奴才 你讲 只要他自己乐呵呵的 拍照发朋友圈 他乐呵呵拍照发朋友圈 那么这对于糗事 校长糗事 曝光校长的糗事 人家就会说 你这家伙情商帝 你这玩意正好是拍马屁 你干嘛 专节能短 所以这里面就是 放假期间 系主任在工作群 派了个有活干 没钱拿的苦差 大家都莫不作声 有钱 有活干 没钱拿的苦差 他办公室一个同事 自告奋勇地跳出来说 领导放心 这个工作就交给我们办公室 就拍马屁的了 然后他在后面跟了句 臭你妈 群里瞬间鸦雀无声 拍马屁的同事 他还帮着往回找补 他说张老师发错群了吧 发错群了 还在找补 找补回来 他秒回 他说没有 说的就是你 直不笼统 直不笼统 你想想他得罪多少人 对吧 所以大家讲 这个人得罪很多人 就是情商帝 这是高超的技巧 我们告诉大家 也是有自信的表现 然后第三个再讲 他不爱喝酒 自从进了单位 无论是同事家宴 还是工作聚餐 从来没给过任何的面子 碰过一滴酒 后来不光酒不喝 连人也不到场了 不过奇怪的是 他和我们几个朋友 到一块的时候 到从来不拧巴 去家里不忘了 给老人带礼物 孩子过生日也知道买玩具 也喝酒 还喝得挺开心 就说明这个人很有辨识力 哪个深圳市朋友 哪个是哈巴狗 哪个是啥东西 他非常清楚 门清 他单位的一个同事 闺女想报考动画设计 知道他是这个专业的大拿 关键是这句话 他是专业的大拿 人家离不开他 所以我们讲 在座的各位 你必须要有自己的天赋 发过者 人家替代不了你 你在里面就可以 游刃有余 一旦有人替代你 你必须 你就变成哈巴狗了 你不要变成了奴才了 这是很重要的 想拜托他给指点指点 又一向听说 此人是个混蛋脾气 所以大家觉得 这个人不好相处 不好交往 是这个意思 不敢贸然开口 这位同事正好和我熟 也知道我和他关系不一般 竟然求我找他帮忙 没几天和他吃饭 我就和他说了这件事 我说真是扯淡 你们本单位人找你办事 居然能拐到我这里来 他乐得哈哈大笑 我说你要是愿意帮他 我就让他直接找你吧 我就不从中间掺和 一眼了一腿了 他说别别别 还是让他通过你吧 让他欠你个人情 天的话又说 他说我从第一天上班 就希望他们认为 我是个混蛋 这就是他表白了 他说这样可以省掉 很多无聊的应酬 他是用这种方式 来斩断我们的捆绑 欲擒故众一样的 用这种方式 这就是他是主动性 主动生活 斩断横向的捆绑 奴隶的社会里面 很集体主义 互相要挟的 这个里面 所以你在那个环境里面 有时候要表现你的勇敢 和表现你的坚定性 下主一部分 邪恶分子 低端的人口 低端的同事 下主 那帮人很多人 是哈巴狗奴隶的 这样我们为什么能体会 我们基本上也是这么过来的 但是我们没有像他 做了这么露骨 没有像他们做了这么露骨 确实单位里人都不喜欢他 但是又离不开他 他是这个专业的顶梁柱 带学生打比赛 拿奖杯得荣誉 单位里指望着他呢 而人人都在搞社交 总得有人搞专业吧 说白了就是专业的大拿 离不开他 我们讲的 很多人都不干事 他这个 神结的事 在他手里碰了钉子的人们 也并不当真和他计较 因为他是旧事论事 说白了这个人 编辑画得很好 叫旧事论事 这件事是怎样就怎样 我不跟你狗逼刀招的 这就是人格魅力的体现 所以其他人会对他尊敬 但是会敬而远之 因为害怕被领导 把他归类进去 他其实也不需要你跟他归类 他就是独来独往 就这样的情况 大家接受了他所谓低情商的 这个标签之后 对碰钉子这件事 已经有了提前的预期 甚至把他这些不通常理的举动 当做酒后的弹字 富足一笑 反过来讲 他叫厚脸皮 都可以这么说 他不断对同事不讲人情 对学生也态度恶劣 他常骂学生 而且越是受他气重的 骂得越凶 这个也是一个重点的培养 我们讲到 经常也就是对你越气重 他要求越严 希望你才能更高上去 我们讲 经常把他骂得和孙子一样 而那些学生就把他当成 清爹一样孝敬 他曾经洋洋得意的给我 展示过收藏了一些 蝙蝠侠的小车 他的一个学生 知道他喜欢蝙蝠侠 但是自己经济条件不好 所以每当过年过节 过生日就送给他一个小车 大概几十块钱一个吧 已经展了很长一排了 而另外一些已经参加工作 经济不错的学生 则会提前给他预购 新上市的游戏 这应该是搞媒体的 搞游戏方面的 他们有些在遥远的城市工作 每年回家要先去看望 他再回自己家 有了女朋友 也第一时间让他过目把关 这就是明白他的人 私底有个姓吴的学生 现在上海一家游戏公司 做动画设计 这就是他的职业出来了 有一年也带着女朋友去看我师父 看我师弟 那个姑娘没有工作 全靠小吴养着 而且吃要吃好的 用要用名牌 一年要和闺蜜出国旅游两次 还不带小吴同学 他们走了之后 我就和师弟聊 他说这姑娘看的不靠谱 留着迟早是个祸害 不如你劝劝小吴和他分了算了 这是他的常人的熟人的观点 我们看看这个师弟怎么说 师弟说先等等吧 小吴他爹是个王八蛋 他妈是个糊涂鬼 从小奶奶把他带大 现在奶奶又没了 这孩子又宅又孤僻 对金钱毫无概念 现在有个物质的女朋友 挂拉着他 他就能接点人味 就能经常正常工作 正常生活 要是没这个女朋友 别说上班了 他可能连饭都懒得好好吃 这个才是本质 这个才是对症下药 等于这个孩子 也算是腻癌出来 但是又是苦出来 孤独出来 所以他可能会有怪癖 没人理解不了他 那怎么办 所以正好有一个女性在一起 这样的话 他就有一个安慰 心理上安慰 然后让他慢慢的成长 慢慢的出来 你不能按照常理去要求 他是个特殊人物 这个小吴同学是个特殊人物 你不能按常理去对待 所以特殊人物就要用特殊的人 去制约他 这个才是对的 所以讲 小吴是他带着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 而年龄其实比我们小不了几岁 都不小了 这孩子在山东上学三年 爹妈一次都没来看过他 倒是奶奶来过一次 给师弟带了一大包 自己种的花生大枣 师弟说 老太太七十多岁的人了 跑了两千里路 给我送这一包花生大枣 我吃了他的花生大枣 我压力很大 从那以后 小吴放假也不太回家 跟着他的老师学习专业 去老师朋友的公司里磨练技术 和老师一起吃一起住 师弟不光教他做动画 还教他打魔兽 弹吉他 带他去广州去看看音乐节 在小吴快去上海的时候 师弟对他说 这个社会对你们并不友好 你去了公司 尽量多和技术打交道 少和人打交道 这才是高手 技术不会亏待你 而人情也没有你想的 那么值钱 千万就 人心是流水 没用的 抽刀淡水也是一样 没用的 最后你抓不住的 技术是你入到脑子里面去的 一生受用 所以懂得这个道理 你就偏偏将慢慢熬 熬到那时候 你成了这个行业的顶尖了 那么人情跟你这个行业顶尖有关系 屁毛的关系都没有 如果你靠人情上去的所谓的虚假的名义 没用 站不住脚 到最终人家要用解决问题来的 这这样 他说如果有一天 你和我说工作的很辛苦 很累 我不会心疼你 你还年轻 这是你该吃的苦 该受的罪 这是他的师弟 对他那个小吴同学讲的 因为那个孩子其实就是不成熟 不成熟 所以年龄差不了几岁 但是不成熟 所以他用这个父亲的方式 去安抚他 教育他 我们讲的 如果有一天你变得特别会来世 迎来送往八面玲珑 我会特别心疼你 因为你是靠杀死了自己的一部分 才换来了在这个社会上 生存下来的权力 这个才是真的 说到这话 那一天也是小吴的生日 一大早师弟就兴高采烈的把我喊出去 他们俩应该是个好朋友了 他说小吴这孩子还没过过生日 今天咱们给他搞一搞 他给小吴买了一个新出的高达手办 什么叫高达手办 我们知道 那天师弟喝的有点多 有点得意忘形 他啪的把礼物拍在了桌子上 兴奋的说 小吴喊爸爸 喝多了 我们被他这种爱占嘴上便宜的 幼稚鬼举动 逗得哄堂大笑 只有小吴没有笑 他非常认真地抬起头 看着自己师父的眼睛 喊了一声爸爸 我们讲的 写到这里其实已经完结 但是有人对我师弟 骂学生这件事颇有微词 我想说明一下 其实他不光骂自己的学生 也骂自己的朋友 我们表面讲 这种人是信心中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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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聪明人 他避免你跟他粘活 一粘活超过边界 他是跟你保持距离 记住保持距离是美 看懂的人 你就还能跟他长久在一起 看不懂你就拉倒 这是一种自我淘汰方法 一种筛选淘汰方式 你看不懂的 你有所何求 看得懂的 他就一定会有一个自律的边界 大家才会其乐融融 这才是重要 他说我想说一下 其实他不光骂学生 自己也骂朋友 在我印象中 他几乎骂过除我之外所有的朋友 或者是因为一段不道德的感情 或者是一件缺乏理智的投资 他是那种绝对不会做事 自己身边的人犯错的那种人 因为什么 你做事身边犯错 你就会被他带到沟里去 所以这人一看到犯错 他要指出来 指出来你改了OK 继续往前走 不改跟你pass 保持距离离开 拉远一点 不然的话你的臭灰 你跟他在一起 不知不觉被他带下沟里去 这都是聪明人 我们就给大家解释清楚就知道了 他一边恶多的咒骂着他们 一边连扯带拽的 把他们拉出那个深渊 或者揪着他们的领子 把他们从一条错误的骑路上拎回来 一脚踢毁人生的正轨 如果和我的师弟相比 我恰好是他的反面 我可以容忍朋友们所有的缺点 对他们的错误行为复之一笑 我是纵能所公认的好人好朋友 而我自己也深意伟岸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我踏入一个可以自省的年龄 我才忽然发现 我从来没有试图改正过 身边任何一个人的缺点 我总是在纵容他们 当他们深陷淋灵之时 我无动于衷 只是因为我不愿意 弄脏自己体面的衣服 所以我讲 在某个辗转返难眠的凌晨 我悲哀的发现 在我漫长的人生道路上 我真正在乎的 其实只有我自己 这是一篇反思的文章 非常好 提醒大家 在这个浑浊的污浊的情况下 你怎么能够自我生存 所以一定要有一技之长 所以我们讲到的 我们的听众 我一个告诉你要独立 要开发你的天赋 这是你在这个浑浊的社会 浑浊的泥坑里面 唯一能够正常生存和发展的 唯一的道路 然后不要在意别人怎么说 然后后面像这个 他的师弟就已经很高超了 他知道怎么去 一旦奠定自己位置 你技术 你只要熬到最后 你技术总关系 你只要专注一点 你这个特长 别人追不上来 就像美国现在发展到现在 你谁也追不上去一样的 所以你屹立不倒了 所以你可以随心所欲了 那么其实这个随心所欲 你就可以发挥你的才华 你想保持 更能保持距离 其实你骂人家 揣人家就直明 他明白了 自然会跟你亲近 不明白了 你就拉倒淘汰掉 就这么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告诉大家 所以不要有自卑心理 关键是你要看懂 然后要勇敢的去做 这个才是我们这节节目 所要求的重点 OK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和内容 好 谢谢大家